他看了看地上的令牌 又瞅了瞅其他几名 直视惊疑的目光 哭笑了一声 哦 是大长老纯衣服 命令我等 三日内凑齐预检中所有材料 听大长老的口气 这些材料是炼器用的 似乎颇为稀有 几位师兄 看来我们要先放下其他的事情 全力完成大长老的吩咐再说 既然是大长老的吩咐 那自然以此事为限了 看看预检中的材料 总能有的 马上从库存中取出 买有的立刻去古剑门 和白巧院两家看看 特别是白巧院擅长练器 应该能凑够所有材料 否则 大长老不会只给我们三天时间 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挥袍老者 果断地说道 包括蓝袍修士在内的其余修士 自然连连点头 这助击齐管事又商量了几句 就纷纷玉器飞离阁楼 急急忙忙开始 赐下调配玉检中的材料 三日后 蓝袍修士带着一个 鼓鼓囊囊的储物袋 将材料送到了子母峰外 但自然被子母峰 禁制挡了下来 这位助击齐的弟子 放出了一道传音符 就将储物袋取出 双手捧着静候在那里 结果一盏茶的功夫后 禁制所化的迷雾突然一阵翻滚 接着从雾气中射出了一片青霞 明光一闪后 就将蓝袍修士的储物袋一卷而走 子母峰前瞬间也恢复了平静 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 蓝袍修士心中一灵 冲着迷雾败了几拜 才恭恭敬敬地欲起腾空而走 母峰洞中的寒历 将人形傀儡一收 神索淡然地用神石 检查着手上储物袋中的材料 不错 还真的都促起了 看来宗内的管事 倒是有几分能力 你身为骆云宗的大长老 他们又怎敢不精心经历的 不过我倒没想到 你让他们将凝炼火灵丝的辅助材料 也一同送了过来 你修炼的可不是火属性功法 这一点我自然知道 但是我有一物在手 即使身上没有多少火灵力 但一样可以驱使火灵凝结灵丝 此物可是原本诞生出火灵丝之物的宝物 再用它来凝炼火灵丝本身 可是最为恰当不过 韩力冷静地一说话 一排储物袋 顿时一只红色小顶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悬佛在身前 童子双目一眯 打凉了火顶两眼 没有再说什么 但点了点头 韩力微微一笑 将手上的储物袋往地上移倒 顿时一片白光闪过 地上漠然多出了十几个 大大小小的玉和木匣 韩力再单手往火顶轻轻一点 赤红火顶无声无息地飞射而起 随之顶中轰隆声一响 出了一团团赤红火焰 眨眼间化为了十余只赤红火鸭 围着火顶一阵盘旋飞舞 火焰化灵 你这件宝物威力一般 但的确是非常纯正的火属性宝物 倒适合替你凝量火灵丝的 不过纵然如此 这些火鸭是磁鼎诞生出来的 不是你法力所化 操纵起来肯定有些生硬的 用磁法凝炼火灵丝 恐怕要费极大心神了 一个不小心恐怕就会前功尽弃的 这就请天兰道友放心 韩母别的没有 就是有足够的耐心 韩力打了个哈哈 不以为意 童子听韩力这么一说 自然不会阻拦什么 就见韩力两手掐绝 一道法绝打在了火顶上 顿时此顶滴溜溜一转 体型狂胀起来 转眼间化为了数倍大小 韩力这才袍袖一抖 那块透明状的东西 立刻从袖口中飞射而出 一下莫见了顶之中 不见了踪影 随即 火顶轰得一声 一团团赤红火焰 在火顶表面浮现 顶中也立刻火光冲天 那团胶这东西就在赤火中 若隐若现 竟被数只火鸭追逐着 顶出了火焰之上 韩力见此 脸色一凝 食指连弹 十几道颜色各异的法觉 同时弹射而出 全打在了那火鸭身上 这些火鸭一阵骚动 一个个对准透明状的东西 一阵狂喷不已 而那些东西 仿佛能吸纳这些火鸭之火一般 随着火焰燃烧 表面渐渐泛红 外形也开始改变起来 韩力冲身前地上的 一个玉盒一抓 盒盖自行射出 露出里面淡蓝色的 一小块膏状物品 手指一点 膏状物一下飞入了顶中 浴火立刻化为了蓝色液体 被透明状的东西 全都吸纳得一滴不剩 韩力见此心中一喜 手中法觉一停 却从指尖处 各个射出了一根根青丝 全没入了赤焰之中 火焰一下高涨树尺去 同时顶中隐隐传出了 污名之声 而韩力神色却是肃然无比 两个月后 一道清光直奔 骆云宗主风上而去 结果一闪即逝后 就在山脚处的大殿入口处 光芒一脸 现出了韩力的身形 把守殿门的十几名 骆云宗弟子 一看清楚韩力的模样 各个大惊急忙上前参拜 韩力摆了摆手 一抬腿 人就原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 却诡异地出现在殿门之内 这些弟子自然吓了一跳 不禁随即忘了过去 只见韩力明明只走了几步 人却闪了几闪 就消失在走廊中 这些看守殿门的弟子 亥然之余 对门中的这位大长老 更加恭敬了几分 当韩力出现在大殿偏厅时 吕洛这位真正主持 骆云宗事务之人 正在厅中来回走动 面上引现焦虑之作 韩师爹 你总算出关了 看来我发的那张传音符 师爹已经接到了 传音符上说 白师之等人在追魔谷失踪 此时有些诡异 还牵扯到佩玲和我的 那名寄名弟子 自然是要过来问个究竟 此事是有些蹊跷的 白师之等人去追魔谷 已经半年时间了 怎么算也应该返回宗门了 但是据我派去寻找的弟子回信道 竟然只说有修士 看到白师之三人入谷 却并未有人看到 他们三人出来过 也有修士在外谷 碰见过他们三人 但不久后 就诡异地在追魔谷 消失不见了 我怀疑他们三个 莫非 莫非他们三人 竟闯到了内谷中去 遇到了什么危险 或被困在了某地 不错 我一凶就是此意 这追魔谷内 虽然依旧非常危险 但师弟已经进阶 到了大修士 又曾经闯过一次内谷 只大概寻觅一下内谷 应该没有问题吧 嗯 追魔谷内谷 空间裂缝 对我没有多大伤害 只要不去那些 特别危险之处 就无大碍 我正好练器结束 那就走上一趟 如此最好 那就有劳师弟了 不过师弟现在 是本宗大长老 可身兼本宗兴衰啊 还要以自身安慰为重 李师兄尽管放心 在天南 应该没有什么人 可以伤到我 我也不会轻易犯险 韩丽一笑 不以为意 他心中想起了 当年那只 遗失在坠魔谷中的 天煞魔狮 难道三女的失踪 和这魔狮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原因 韩丽心中却是浮现出了 这个诡异的念头 心中略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韩丽表面 却镇定一场 和吕落再聊了一会儿后 才不慌不忙地告辞离去 两日后 韩丽在进入禁地中 看望了一下 南宫晚的情形 就独身一人离开了洛云宗 直奔坠魔谷而去 一个多月后 东玉国 昌州境内 有三道顿光极快的飞顿 突然在一座无名小山上 一阵盘旋 三道顿光飞速落了下来 出现了三名大汉 三人均都是身材高大 人人肩上插着两把 颜色各异的飞叉 面容也是有几分相似 净仿佛同胞兄弟一般 而在小山顶部 却另有三名修士 早就等候在那里 一名老者 一名中年乳生 以及一名面带淡笑的青年 哈哈哈哈 侯老哥久等了 我等兄弟 路上有事耽搁了一下 千万不要见怪啊 哎 这两位道友 也是贵宗弟子吗 为首一名年纪最大的汉子 满脸豪爽 冲老者大笑 但朝青年和中年扫了一眼 目中却有一丝惊异闪过 因为他马上发现 老者和中年如生 都老老实实地 在青年两旁束手而立 脸上全是恭敬之色 那老者即使听到 大汉冲其打招呼 也只是拘谨地冲其一笑 竟不敢主动 和他们三人说话的样子 这自然让这些大汉吃了一惊 神念王的青年身上一扫 却心中纷纷骇然起来 因为对方身体 仿佛迷雾一般 神念扫去 竟丝毫结果都没有 根本看不出对方法力深浅 三名大汉都是面色大变起来 你们就是金海宗的赵氏兄弟 国家是何人 侯道友 这是怎么回事 赵道友不要无礼 这位是毕宗的大长老 另一人是林师弟 大长老 难道是贵宗的韩前辈 不错 在下正是洛云宗大长老 韩某让侯师指约几位道友到此 倒是有些唐突了 青年微笑 露出了一副雪白的牙齿 正是洛云宗一路赶至东玉国的韩力 不敢 既然是前辈召见 那是我兄弟的荣幸 为首大汉吃惊地打量韩力一眼 见对方的确和传闻中那人 相貌非常相似 当即不敢怠慢 急忙攻身一礼 攻紧一场 其余二人也是慌张地跟着剑力 没什么 三位道友不是本宗弟子 倒不必夺利 我听侯师指说 三位曾经在谷中见过本宗的女弟子 不知此事是否是真的 前辈指的是白仙子等人吗 我兄弟的确在坠磨谷中 匆匆地见过一面的 哦 三位道友可否将当时的情形和韩某详细说一下 这个自然没问题 数月前我兄弟因为需要一些稀有的材料炼器 所以进入坠磨谷 想碰一下运气的 但一直在外谷毫无所获 结果准备撤出谷中时 却在路上就碰到了白仙子三人 因为当年一些事情 我和白仙子曾经有过庶面之缘 故而上前攀谈了两句 不过白仙子三人面色有些焦虑 似乎也在寻找什么东西 并未和我兄弟多说什么 很快就离开了 我兄弟就立刻出谷了 再也没有见过三位仙子 道友能否详细讲下 在河地遇见的白师指 我这里有一块坠磨谷的外国地图 你将遇见三人的大概位置 给我标注一下 韩力略一尘瘾 好羞一抖 一块早就准备好的青色玉剑 飞向了大汉 额 玉剑白仙子的地方 已经进入外骨极深了 这名大汉一把接过玉剑 先解释几句 将心神沉浸在玉剑中 但刹那间又飞快退了出来 将玉剑双手捧给了韩力 韩力抬手一招 玉剑就化为一道清光 没入手心 神石往其中一扫 眉梢轻轻一挑 居然离内谷已经极近 这次有劳三位道友 吼师指 吴师指 你二人陪三位道友聊聊 我先行一步 韩力将玉剑一收 冲大汉三人一笑 然后轻描淡写地冲老者和如生吩咐 恭送韩师叔 如生和老者立刻半攻下身子 大汉三人也不敢怠慢 做出了恭送的姿势 韩力周身清光大放 一下化为了一道刺目青红 破空而去 转眼间 就在天边消失不见